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VVDI超级编程器2.1版本 里面新添加的一些功能 我们先看PNN计算器 我们将PNN计算器的菜单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在PNN计算器里面有许多的菜单 我们常用的 我们常用的里面有现代福特马自达以及尼桑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在福特计算器大家可以经常用到的是六维码转四维码 我们任意输入六维码 我们点击计算 现在它初始化设备 因为这些计算器都是免费加入进去的 所以在它每次计算密码的时候 它必须要验证设备 好大家可以看到计算完成 这是福特马自达都是这个界面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尼桑 尼桑在2007年至2013年是一款老款计算器 2013年以后它会新款的计算器 就是20位密码 我们任意输入一个20位速 好我们点击计算 同样它需要验证设备 当设备验证完成之后 密码会自动显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计算 现在圣达飞1.8T密码的过程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车架号码 然后点击计算 同样等待验证设备 好设备验证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密码已经显现出来 超级编程器还可以通过数据来计算出密码 我们现在拿大众的数据来做个演示 我们现在加载文件 加载一个大众的防盗存储文件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又在验证数据 等待设备出示画 大家可以看到密码会在这里显示 好出发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密码显示出来了 密码是29514 超级编程器除了有计算密码的功能 它还有同步比较数据的功能 我们现在将两个做钥匙之前和做钥匙之后的数据打开 我们进行一下对比 这是做钥匙之前的数据 我们再打开一个做钥匙之后的数据 好我们点击同步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数据区 不一样的地方 它会有黑色的标记标记出来 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研究数据的写入 以及密码区的分析 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 好的就讲到这里 好 好